納豆偉說對 就是每個人可以領一個紅衛城 那也不錯啊 那也不錯啊 真的不錯 那其他賓賓什麼 好 那我們就仔細想一下說 這次接下紅白有90棒 又跟這麼多不同藝人一起合作 教哥有什麼樣的感覺 紅白對我來講意義非凡 第一個他是除夕的年度大秀 他可能超越三金 因為他的觀眾群是何嘉歡 一家人 我們在節目設計上有很多的困難 比如說年輕人要喜歡 老年人怎麼辦 我們也不能讓爺爺奶奶發呆啊 所以在整個的配置上 結構上會比所謂的三金典禮 更加的豐富跟複雜 但是還好我有最佳的幫手 你看少偉哥 還有姊美來的花花 然後你看我們電台的瑪莉 還有曾志偉 他們跟我說是曾志偉 那我決定不接了 曾志偉太貴 也對也對 那我們要把錢投資在表演上面 那最重要的事情是 讓全球華人能夠有一個指標性的 我想這已經是了啦 今天第一 第九年了 那高多還會高你呢 第九屆在九年 有一個全新的氣象 以兩個紅白隊的隊長 然後我在中間 山峰點 不是 就是穿針影線 這是一個新的模式 這我要不要講一下 就是首次機的 請不期待 其實我是滿開心 焦哥能夠擔任這個角色 因為三國志的主持群 一直以來都是 一個很不冷靜的團隊 我們需要有一個 可以壓得住我們的人 好害怕 對 所以還好這次 焦哥接下這個重擔 然後我當然很期待 可以再跟這個納豆 就是我們各自帶著一些 對決 對 很好的嘉賓 在舞台上對決 對 那那豆哥呢 來 豆哥 我自己很期待是因為 其實紅白是我從小 就看著他長大 從小 浮誇了喔 浮誇了 你是指日本的紅白吧 這才九屆而已 其實我自己真的沒有想到 有一天會站上 紅白的主持這個舞台上 然後覺得非常非常榮幸 然後也是第一次在小巨蛋 這麼大的一個場地可以主持 然後跟焦哥 然後又跟邵偉哥 跟花花跟瑪 都是其實認識很多 很久 然後也很有默契 然後今年的陣容聽說 也非常精采 所以其實我自己會有一半 是主持人 然後一半是粉絲的心情 是在台上的 對 瑪莉 我們講 來 瑪莉 我非常非常的興奮 因為我也是 我們沒有從小看紅白 從第一屆開始看紅白 但因為三國志 我們都玩得很瘋 競爭 很激烈 所以我很期待 我們兩隊競爭的感覺 但我不需要跟邵偉哥說 平均來說 紅隊是贏得比較多的 那個比例你要小心 過往的紀錄 對… 是這樣子喔 對 那你就可能在今天 就已經會推翻你們這個紀錄了 對 綁火藥味十足 太好了 所以這樣看起來的話 是紅隊身段大於懷疑 當然是紅隊 這很明顯的那個 現在 以現在的人數來講 當然是紅隊 因為現在花花 對 所以任何你們身上穿白的 都可以取代花花的角色 我剛才一直有講到說 好像就是這次紅白隊 用身高來分的概念 你會不會擔心說 身高可能比較 舒人渣一點 氣勢也舒人渣 我一直都沒有覺得 矮是一個不對的事情 不然你會是焦哥嘛 對… 對不對 我們先call out曾志偉 身高真的不是重點 但是呢 這個 我必須說在小巨蛋 個子小的會比較吃灰 因為牠場子很大 所以我建議你到時候 還是要建議你鞋墊 我的可以借你 麻煩你 你不覺得我接很高嗎 你接很高嗎 真的 真的 因為少偉哥太高了 我們輸人沒輸定啊 你剛跟花花姐那個看板筆 把我的腿帶到額頭這邊 是不是 對 牠那個就是 你能看到那個膽嗎 還是就是用心 因為花花姐沒有來 還給牠做1比1 就給牠弄矮一點就好了嘛 對啊 縮小放手上就好了嘛 對 對啊 所以這次 焦哥是從師父的手中 接下去的重帶 有沒有覺得 還是稍微會有一點壓力 還是您小心看待的 肯定是有壓力的啦 因為 哈琳哥跟小燕姐做得很成功 而且這是他們一首 奶大的一個節目跟盛會 那麼 所以我們今年有做一些改變 比如說我們在 隊形的主持陣容的安排上 或者是說在前面的 應該前10分鐘吧 大家就會看到一個 很感動的畫面 那個畫面是我的堅持 我跟他們開第一次會的時候 我就說 我們一定要有這個畫面 我們這個畫面 會讓大家覺得演藝圈很團結 會讓大家覺得 這真的叫做一個 所謂的團圓業 好 那因為我過去當然也看過 我從中有找到一些 一些我的新的想法 當然我更希望是說 明年還可以再來 因為我有很多想法 今年礙於預算 所以 全部被否決了 那如果明年可以再來的話 也不錯 後年可以再來的話 也不錯 因為我有很多很多 對演藝圈的一些 整理的心得 這是可能是我自己平常 就沒事 喜歡胡思亂想 我覺得紅白 就是一個很好的舞台 可以把這一些 整個演藝圈的精華濃縮在這裡 所以我希望 這第九屆就是第一次 我們期許 好像小燕姐還能做八年 我們也期許自己 至少要做兩年 不要給自己太大壓力 最重要的是電視台 我想大家都已經很清楚了 一個電視台願意 明年花這麼多錢 每年辦 真的很感動 所以我們一定要好好把 這個大秀做給大家 可是一接下棒子之後 現在一公開 我最擔心的事情是什麼 你們知道嗎 大家來要票 因為這個票是 每一年都是大家搶翻天 他之前因為還沒有公布 我想今天下午開始 我們就要面對 手機就要關掉了 我的媽呀 就是大家 可不可以有兩張票啊 四張票 對對對 好 那我們在這裡正宗的宣布 今年不開放觀眾 對 我們就要一起 乾脆自己錄影就算了 不然真的 要票這件事情 會很有人情壓力的 嗯嗯嗯 再跟我們講一下 因為其實除了主持節目之外 你也是尾牙 都接了很多 像這樣的活動 那其實有同意說 其實像今年 去年到今年 原本是22場 那今年的話 就是有再接了13場 對 那就是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可不可以問一下 尾牙 對 尾牙 今年真的不叫不景氣 我舉個例子 我已經做了大概有兩場 然後其中有一場 一個歌手都沒有 嗯 全部靠表演團體 還有員工在撐 那因為可能有 有時候有些預算 可能就是只有被主持人拿走 欸你不可以這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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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物超所值 我CP值很高 然後我接下來還有一場也是 他們就說 欸 只有一個歌手 類似這樣 所以我們其實會蠻累 蠻ㄍㄍㄞ的 那 這個也是整體大環境的問題吧 我們只好繼續努力啦 那天年是確認是超過13場 還是就確認13場 是 其實細節要問經紀人 讓我其實沒有在算這些東西 因為每一天都有不同的難題嘛 你看後天又要跨年 然後接下來又有 真的真的有嗎 看一下老闆 對就是我其實不是便宜 我覺得是合理啦 就我認為 就是說主持費 這種東西是一個很吊詭的事情 就是你開太少呢好像覺得有點委屈 開太多呢自己也有點心虛 所以我盡量就是抓在一個 大概介於納豆跟哈林之間的 這樣合理吧 非常合理 我的輩分剛好在你們兩個中間 所以你們問他的大家就會知道我的 他推給他 你怎麼可以下腰一下 為了躲鏡頭可以下腰 大家我們再請問一下 今年除了說華碩之外 我們知道還有哪些大廠 是有跟你們表演的 那你主持完的好了可以講 主持完啦國泰證券 然後 還有那個 那個 那個是什麼啊 沒有啦沒有啦 那個是什麼 經紀人在哪裡 我忘了耶我忘了耶 反正是國泰證券跟華碩事項可以公布 對對對我們之前做了一個什麼委啊 已經剛做完了 那個 匯豐 比如說國泰證券啊 還有匯豐銀行啊等等 對對對 有的不能公布啦 因為有些他們是給員工的精細 還有那個 就是雅虎集團的那個業務 業務部 對 大概目前已經做完三場 今年土地Lulu好像也是接的蠻不錯的 Lulu因為他他就更合理嘛 加錢 而且他又可以帶表演 所以他算是就是 有一種買一送一的感覺 所以他今年應該 場次應該比我多 對那我再次強調 他真的不是我簽的 前兩天我又聽到人家說 哇我賺翻了 因為他們說Lulu賺很多 所以我也賺翻了這樣 我說我真的一毛錢都沒有抽他 叫他請吃飯真的 比登天好 你知道的嘛 對啊 所以我是很委屈的 我沒有占他任何便宜的 Excuse me 好 納豆哥來 可以講一下說今年尾牙 你要問他發多少紅包 他是老闆 幾百家店 大概跟去年差不多 但是今年真的像焦哥講 今天其實景氣的確比去年 再差一點一點 然後大概十場左右吧 去年差不多 這樣嗎 可以透露一下嗎 不太行 真的不太行 你如果嫁給他 他就會透露 他沒有辦法 這種不行不能講 這不太能講 那瑪麗嗎 他讓我脫掉 是我的尾牙為了紅白全力以赴 我們真的太乾脆了 你講 乾脆其實要講帥了 我跟你講 真正最忙的是花花 你看今天都不來了 我們是最閒的 我們就在這裡 對不對 還有嗎 好啦就這樣囉 謝謝 謝謝